黑种人 白种人 黄种人是同一五种吗 各国之间的人有血缘关系吗 我们不得不说一段人类见不得光的秘密 柏拉图说 雅典人不能奴役雅典人 希腊诸成的那都是哥们 血管里流淌着一样的高贵血液 只能一起喝酒撸串 不能发生战争 雅里士多德说 从生物的有机学来讲 奴役制是合理的 天赋理性高的人 理当对天赋理性低的人发号是令 天赋理性低的人 理当服从 所以 他们的这种文化和思想 逐渐在欧洲的上流社会广泛流行 成为一种很时髦的思想 肤色最亮的 属于最高等级阶梯的 肤色黑的是低级的 中间的是黄皮肤的蒙古人和马来人 红皮肤的美洲印第安人 以及种族混杂的拉丁美洲人 每一种肤色透视一种身体 心智与道德水平 肤色浅的是物种进化到高级阶段的标志 是高级物种 高级物种与生俱来 具有创造高度文明的生物本能 而深色人种 天生愚笨 只能成为被统治的对象 美国著名作家赫尔曼·梅尔维尔说 我们美国人是特殊的上帝选民 我们驾着世界自由的方舟 上帝已注定人类的期望和伟大的事物 来自于我们的种族 我们感受到我们灵魂中伟大的东西 你看 整天这么夸你说哪个民族能不飘 而这个民族的自恋 它也是有一定历史原因的 受到就业全书的影响 美国人固执的认为自己是上天选派的民族 肩负使命 为啥呢 16世纪英国宗教革命 产生了一个叫做圣公会的国教 但是 这个改革还不太彻底 这个圣公会还保留了一些天主教的旧思想 所以 一部分教徒认为没有完成老大指派给他们的任务 于是 这种强烈的上帝选民感和使命感 迫使他们不断的向英国王室挑衅 当时的国王詹姆斯一世和后来的查理一世也怒了 小皮杯儿辣椒水是一顿镇压 1620年 35名追求纯洁的宗教徒 经荷兰乘坐五月花号船 抵达北美 揭开了美国历史的第一页 随着他们的不断成功 他们更加坚定的认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 择无旁贷又引领世界的使命 所以 种族歧视的根源就在于 他们认为肤色不一样的人DNA就不一样 我们经常听到黑种人 白种人 黄种人这样的叫法 听上去好像的确不是同一个人种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生物学家把所有生物划分成不同物种 而所谓属于同一物种 就是他们会对彼此有那么点想法 能够产出下一代 比如马跟驴虽然有共同的祖先 也有许多类似的身体特征 也能够交配 但是他们彼此之间缺少兴趣 就算是刻意让他们交配 产出的下一代会是螺子 而不具备生育能力 所以我们认定马和驴属于不同的物种 因此黑种人白种人 这种叫法是极不科学的 你只能说皮肤看上去有点黑的人 和皮肤看上去还挺白的人 对吧 因为从同一祖先演化而来的不同物种 属于同一个属 例如 狮子老虎每周豹 虽然是不同物种 但都是暴鼠 生物学家用拉丁文为生物进行分类 每个分类有两个词组成 第一个词是鼠名 第二个词就是种名 例如 狮子就是暴鼠的狮种 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 现在正在看我视频的 应该都是人鼠 人种下的智人 就是有点智慧的人 我们曾经有很多个大表哥 但是在过去的一万年间 人种就只剩下智人一种 也就是说 无论你的皮肤看上去是黑的白的黄的红的 还是粉嘟嘟的 你都是智人 那我们的大表哥们都哪去了呢 最早的人类是从大约250万年前的东非开始演化 祖先是一种更早的元属 大约200万年前 这些远古人类有一部分离开了家园 踏上旅程 足迹遍及北非 欧洲和亚洲的广大地带 北欧的森林白雪矮矮 印度尼西亚的热带丛林湿气蒸腾 你说我想在北欧森林里边生活 是不是得进化点毛出来 要是想在印度尼西亚生活 是不是得自带点排施功能 所以 人类发展出了几个不同的人种 在欧洲和西亚的叫做尼安德特人 咱们的大表哥尼安德特人非常魁梧 肌肉发达 非常适应西方的欧亚大陆在冰河时期的寒冷气候 至于在东方的亚洲住的是咱们的二表哥 叫植地人 一共续存了将近200万年 是目前为止存在时间最久的人类物种 三表哥住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叫做梭罗人 他们非常适应热带环境 同样在印度尼西亚一个叫做弗洛里斯的小岛上 还住着我们的四表哥 四表哥是个小侏儒 但是它其实不是天生的猪肉 曾经有一段时间因为还是水位格外低 三表哥们就去了弗洛里斯 但是后来海水再次上涨 这些人就被困到了岛上 这个岛上的物资十分匮乏 因为那些五大三粗的人需要的食物比较多 所以就饿死了 接下来三表哥就进化的越来越像超级马力 成为了我们的四表哥 他们还没有山东的大葱高 不超过一米 体重最重也不超过25公斤 但是他们很擅长做石器 甚至能在岛上裂象 当然这里的大象也是迷你版的 就在2010年科学家在西伯利亚丹尼索瓦洞穴中 发现一块已经成为化石的手指骨 为人类大家族又添一成员 手指骨的基因分析证实 这是一个未知人种 这个恩大表哥就被命名为丹尼索瓦人 与此同时 其他在东非的人种演化也没有停止 人类的摇篮继续养育着许多人类的新品种 例如卢道夫人 匠人 他们有些高大 有些矮小 有些凶残 有些温和 长得也是五花八门 但是他们也都是人数 大约200万年前到1万年前为止 整个世界其实同时存在很多不同人种 就好像现在还有许多种的猫 加菲猫 英国短猫猫 苏格兰哲尔猫等等 而在十几万年前的地球上 至少就存在着6个不同的人种 从整个历史来看 过去多人种共存是常态 现在世界上只剩下一种人 这个才是异常 那么我们的这些大表哥们都哪去了呢 想要搞清楚真相 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一段人类见不得光的秘密 一切要从烹饪开始说起 自打大表哥们学会使用火 他们就懂得了烹饪食物 食物不仅会发生化学变化 还会发生生物变化 食物中的病菌寄生虫就会被杀死 人类就可以减少进食所需要的时间 也不需要那么长的肠子了 这就为大脑发育节省出了能量 这个时候有一些大表哥的身体 就开始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 大约到了15万年前 东非就诞生了质人 大约7万年前 这些质人从东非扩张到阿拉伯半岛 并且很快席卷了整个欧亚大陆 当质人在扩张的时候遇到了其他人种 这个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呢 就在2010年底 基因学家从化石里收集到足够的尼安德特人DNA 结果发现 现代中东和欧洲人类 有1%到4%的尼安德特人DNA 就在几个月之后 从丹尼索瓦人的手指骨中取得DNA 完成定序 结果表明 现代美拉尼西亚人 以及澳大利亚原住民 最高有6%的丹尼索瓦人DNA 而中国和韩国有直立人的部分DNA 也就是说 大约5万年前 质人尼安德特人与丹尼索瓦人 站在了一个临界点 虽然他们的差异已经达到一定程度 但是仍然能够交配并产生下一代 而只有少数幸运的尼安德特人基因 搭上了质人的特快顺风车 那其余的尼安德特人呢 很大可能在资源的竞争战中死掉了 因为质人并不是一个很宽容的物种 即使到了现代 不过因为肤色 方言 宗教等微小的差异 就足以让质人之间彼此大动干戈 而远古的质人面对的 可是完全不同的人类物种 所以很大的可能是将其赶尽杀绝 只留下少数几个幸运的转化为同伴 所以那些坚信自己血管里 没有流淌着来自东非智人的血液 容不下其他智人的人类 必是智人无疑 主斗燃斗骑斗在腐中气 本是同根生 相间何太极 我是裴都督 每天和我一起长姿势 东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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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都